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前列腺它是男性的一个生殖器官 那么这个前列腺到老年以后可以发生两种比较长现的疾病 那么一个就是前列腺癌 那么另外就是老年的我们把它叫良性前列腺增生 那么应该说这两个病是两个病 并不是说前列腺增生就会转变成前列腺癌 但是这两个病它是发病的话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础 那么就是雄激素 就来源于像膏胺分泌的雄激素 那么这个基础是一样的 这个大的前提是一样的 但是它不是说前列腺增生就能转变成前列腺癌 那么在我们医学上的话 那么前列腺癌一般来说发生在前列腺的外周区 这个外周区怎么去理解它的 比如说像一个核桃一样 那么前列腺癌主要在核桃的壳上面 那么前列腺增生主要是核桃的壤 那么主要发生在中间这一部分 那么应该说它两个疾病的发病的部位 在前列腺上的表现是不一样的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